好的,大家好,我是小枫,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Rain World,环世界的第五期 那这张开始之前呢,我突然一阵寒意啊,因为上一张的时候有很多玩家留言说是 我估计我这张要贵啊,因为之前的话上一张我们知道有狮巢大概是九只丧尸嘛 包括海盗的话也大概就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然后感觉现在我这边的炮台,感觉上应该还是可以守住的 但是被他们剧透了,他们剧透说是后期的话会产生什么丧尸大灾变 就说出现几十只丧尸在斗啊,然后这样的话我基本上就要被全面的样子 据说是装上丧尸帽的时候得加一些防御帽的,比如说第一次什么的,不然的话很难打 不过,作为一个抖M来说,这种问题呢不是问题 所以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即便是大灾变的话,我们依旧有办法来解决 好吧,那这里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可以看到这边的尸体已经风干,基本上都成骷髅了 然后这的话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些金矿 然后矿石的话感觉还不错 这些金子的话,一个金子大概相当于七块钱比银子要值钱的很多 也是有玩家留言说是什么银子相当于人民币,然后金子相当于美元啊 然后这样的话把这些金子挖回来的话,钱就比较多了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我们人口是五个人口,除过上一张留下来三个人之后呢 还招募了一个俘虏,以及买了一个奴隶吧 然后现在是五个人,然后食物的话感觉有一点点缺 不过这片土豆成熟的话应该差不多 房间的话这边是有的 然后这一张呢我们主要开始,首先是把这个破烧拆了 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太阳能发电机 所以说这边的话等于是在阴影下,完全发不了电啊 所以直接拆出,拆出 然后拆掉之后呢,我们可以尝试从这边用低热过来 不过感觉现在电力还差不多 而这一片呢其实不会有敌人攻过来的 所以说我打算把这一片全部做成太阳能发电区 然后低热的话有点远 那好吧,那这里直接开始了 看一下,先开始 然后现在这么多铁的话 我打算,这里因为垃圾有点多 所以说把这里依旧放成垃圾区 区域的话把这里放成垃圾存储区 让它存放垃圾 然后这的话我们点一下 存储的话不让它存储尸体 主要用于存亏段 快段,然后把这些东西呢 比如说命令中把这些先搬走 先搬到垃圾区里面去 好,搬走之后呢 我们给这里呢 然后放一些 给这里,我打算给这里再放上一横排炮塔 没错,对了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的金属呢 大概一千多 炮台的话大概可以坐上四到五个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首先看一下哪里还是有金属矿 然后找一下 毕竟这个金属 这倒是有一些金属矿 这是银矿,是银矿和金矿 然后这的话我们后续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再开采一下的 然后有点远啊,我们上去看看 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金属矿 这还有的,然后这的话我们继续搬 这都没搬完啊,你在逗我 好吧,那这的话我们继续把这边再开采一下 应该还是有一些金矿的 然后现在的话走一下 看一下人都干嘛 柴夫在研究是研究之前所说的那个 看一下啊 他在研究医疗床就说疗伤效果更好 然后其他人先收割一下 不是,全部收割好 同时烹饪一下 其他人的话 他是把这挪一下 对的,然后我们这边得再建一些太阳能 啊,啊,当地一个爆炸鼠啊 我看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然后他的话我看一下他的角色是射击还好 我们这边用把他把这个打链打掉 然后这的话用用他让他过来是优先 优先手里先把他打掉 把他打掉 我擦 你这个攻击有点凶吧 然后我们这儿吧 我们用他,嗯,等一下 让他是 爆炸鼠 征兆 然后 强制攻击 然后放住 这把枪也太坑了吧 好吧,这儿的话我们先争招先让他回来 让鸡炮解决吧 这个老鼠太烦了 好,死掉死掉死掉 哎呦 好,这儿的话我们现在金,呃,金属的话比较多 然后看一下这个防卫里面的炮台的话 161个 就是说我们大概两个300多 我们可以做上五个 这儿的话我们这儿做一下 比如说这里 我们就放在放在这里好了 这里范围比较大 对的 这儿吧 一 二 隔几个 对 三 四 五 六 做六个 好,然后中间的时候用沙带隔出来 这儿的话横排再放一些炮台 当然了 太阳能肯定是必须的 我们知道我们太阳能发电厂呢 后续把这一块全部建成太阳能 那现在缺的其实还是金属 好,那这儿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 往上休息一下 这儿的话看一下 现在依旧是采矿 耕作 种植等等 呃 下一波应该就是大的失潮了 应该就是比较多的失潮 这儿的话 一个从长者村庄来的军事发明家 正好路过 文成 看一下他的 其实他也是可以 我可以把他其实也是可以俘虏掉的 俘虏掉之后呢 基本上这一般的话就等于是他是一个那个啥 等他过来再说 俘虏的话等于是他这个文明呢 比如说这个长者村庄就会有敌对了 不过现在暂时不怕 我现在其实人物还差不多 这的话首先是要建造一下 对的 好,治疗好 然后这的话首先把这几个炮台全部做好 对的 可以看到 哇,金子真的很费啊 基本上金属用下来就就差90多个了 你在逗我 好,这的话把这些炮台全部做好 然后我们现在也急需要开采新的金属啊 感觉电量的话 好,这边做好之后呢 我们先用砂带 砂带是需要三个金属还是比较费的 全部做一下 全部做一下 感觉可能不太够了 然后只能先这样 感觉应该还差不多 然后把这个东西包起来 就说对对 用砂带包起来 这样的话不会被受到攻击 这样的话 我现在防御措施又多了大概六个炮台 应该手加的话 应该能防尸潮 应该还可以 好,医疗潮完研究完毕 然后这的话 我们再研究一些就是 之前说的机械化是可以把人类做成机器人 没什么作用 然后电提炼的话 可以把 金属块和其他物品中的金属提炼出来 其实作用也不大 人工智能水的配合也不行 然后这的话 要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岩石切割 我们知道 现在有非常多的破石头 然后把这个石头可以切割出来 切割成石块 石块的话 相当于木材 可以做一些石桌 石门等等 这样能为我们省很多木头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 又缺好多铁 然后这的话 什么情况 这片火焰熟 这片全部烧着了 那没事 烧就烧吧 反正不影响我就可以了 这的话 嘘 准备了 好,这的话可以趁晚上 把这些土豆收割一下 然后家里的话 食物现在还比较多 感觉还可以 然后问题的话 其实大家其他的问题还差不多 这的话再看一下 商船 它是 一艘贸易商 那这的话 我们可以来这稍微 比如说找个人过来 呼叫商船 看一下能贸易商 能买什么东西 好的 那贸易商的话 可以看到黄金 还是比较值钱的 八顶暖 破率涨了 然后这的话 贸易商 它是卖 头盔 这个头盔呢 应该可以吸收一些爆炸的伤害 包括皮革的夹克 军用头盔 军用头盔 可以抵挡子弹 但是这个军用头盔 好贵啊 一百多 防弹衣 我擦 简易的夹腿 仿生腿 然后这的话 我其实皮革比较多 帽子的话 倒是可以做一些 但是 然后可以 给它卖一些 基本的武器 但是武器感觉 它收的很便宜 我看一下 这个价格非常便宜 所以说 它贸易商的话 暂时武器不卖给它 感觉这个 卖给它有点亏 这个棍子才值十块钱 你在逗我 然后 其他的话 我金子到比较多 这的话 其实我可以 可以买上两个防弹衣 防弹衣还是挺贵的 买上两个 防弹衣 然后再买两军硬头盔 把自己稍微武装起来 然后这个甘拉夫头盔 是可以帮 可以防住那个冲击波的 再买 买上一个这个 再买上三个这个 然后可以看到 这边的花钱 花了多少 我一千多 然后这的话 我们把黄金卖掉 黄金给它给点 然后把这个钱均衡一下 黄金其实看卖一百 一百 卖上一百多个就赚回来了 其实还是 其实还是很赚的 这的话看一下 好 就这样吧 然后接受 这样的话 看到没 这样有很多防弹衣 然后现在 四个防弹衣 这是防弹衣 防弹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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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多防弹衣 头盔呢 我记得 头盔在这里 哎呀我晕 好这里头盔 然后这的话 首先看一下 比如说他现在有清机箱 然后他装备的话 给他装备一个防弹衣 然后 当当当当当当 然后这儿猛射 给他装备一个防弹衣 然后给他 装备一个 防弹衣 好 这的话大家都穿上 然后比如说 库克的话 你现在再给他拿一个这个军用头盔 再装一个干拉夫头盔 好现在有头盔了 然后柴服呢 也是装一个头盔 军用头盔 然后防弹衣的话 现在还是有一个柴服 然后这边的话看一下 谁还没有 对这个天才 现在还没有防弹衣 给他再穿一个防弹衣 然后这儿的话 还有个防弹军用头盔装上 好这样的话 基本把大家的武装起来了 感觉可以看到 一阵窥帽 防弹衣等等 就已经非常非常屌了 现在的话 这儿的话 首先把区域 生活区得改改 现在区域比较大了 所以说这一片的话 特别是这里的 全部得做成生活区 就是说如果一旦是 的话第一时间灭火 对这儿的时候 肯定是第一时间灭火的 包括这一片的话 都放成生活区吧 然后往上的话 这里差不多 然后看一下盖矿的话 让大家灭火 肯定要放在第一位 灭火和修理 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就第一时间灭火 和第一时间修理 这一定是要注意的 好 那这儿的话 我们这边 先把火赶快灭掉 不然的话会造成伤很大 然后现在的话 可以看到 我的铁已经非常少了 22个 这的话铁矿 迟到是有 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把觉得 因为人比较多了 现在可以分配一下角色 看角色谁 彩矿和搬运比较强 彩矿的话 5 天才锅5 6 11 噢 叶洛布成员 他是建造采矿比较厉害 那这儿的话 让他主要用于 叶洛布落成员 让他主要用于 建造修理 那采矿是放第一位 然后搬运放在第一位 然后建造修理 采矿搬运和治疗 放在第一位 其他的话 那他主要用于采矿 对的 这样的话 他采矿更快点 然后这儿的话 现在主要是把这些铁矿 弄一些 我大概在需要一些 太氧能的板吧 感觉现在 电力的话 我怕突然丧失过来的时候 电力丢的比较多 所以说这边的话 尽量再弄一些铁矿回来 天才木材还是比较多 但是铁和铁对比较 哎 哦 天才生病了 我看一下 他的健康状况 是他是全身 又处于瘟疫状态 那这样吧 让他直接去 医疗床 优先接受治疗 休息直至 伤口痊愈 并且直接让 哎 来这吧 然后这的话 哎 好 这的话让他休息就可以了 好的 那现在的话问题不大 就说有一个人得瘟疫的话 其他人还好 好的 那这怎么一个光头啊 我对 帽子的话 之前不是做了一个牛仔帽 拿去了 然后这可以看到 现在有非常多的皮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还可以再做一些 比如清单 再做一些帽子呢 比如说再做一个牛仔帽 再做上 做上两个 好的 嘿嘿 不不不不 让多做一些 多做一些的话 到时候即便用不了 也可以卖掉 对 做了五个 好 这样的话 大家有时间的话 就可以去做了 然后这个阳光的话 感觉太阳能板还差不多 现在这个矿石都是采下来了 然后这样吧 我们优先让他采矿和搬运 现在我去黄金怎么怎么都没搬啊 你在逗啊 等等 把这个区域这里 首先让他继续采矿 这里开采 这包括这 这都都都可以再开采一下 然后让一些人主要用于采矿和搬运啊 比如说放在第二 放在第二 然后 治疗第一 然后搬运的话 也放在第一 然后其他搬运 比如说其他人也是搬运都放到稍微高点吧 对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没有搬啊 包括金等等都在外面丢着呢 这个有点蛋疼 然后好 让他过来了搬东西 然后你过来采矿 然后其他人去搬东西 暂时先把这些铁全部收集回来 哇 这个是什么呀 好 这儿的话 怎么又得到瘟疫了 有人说之前说瘟疫是由于什么是会得瘟疫 应该是尸体没有处理吗 好吧 让他也去休息吧 让他 我尸体已经处理掉了 离得这么远 怎么会得瘟疫呢 好吧 这里的话 你也去休息吧 怎么一个接一个感染 好吧 那这儿的话 你就不要采矿了 你过来休息吧 现在 金属其实还不是很缺 休息直至伤口全域 对的 然后看一下 他的经常常常是痛苦一直是中等 然后其他人的话 要把治疗 治疗方在第一位 对的 好 这的话 首要目的是 把大家治治一下 感觉现在药品的话 感觉还行 有没有治疗 那休息吧 注意看一下大家的想法 对 痛苦都是中等 然后这样的话 让他休息应该 产生免疫力应该差不多 其他人三个人工作 两个人休息 然后越往后的话 感觉这个东西 确实越来越 越来越难了 感觉 什么瘟疫啊 各种丧失啊 爆发等等 都感觉非常 好 财富生长 没事 生日快乐 好 那这的话 我们继续啊 这边的话 现在还是缺非常多的铁 然后这的话 金属可以看到 他这的话 把金属搬回来 现在金属就比较多了 好 以上 我估计是再过几天 估计丧失又要来了 一定要做好准备啊 然后食物的话 这看一下 食物的话 还好 这的话 食物现在储备四天后 基本上就长熟了 然后这的话 家里食物的储备 还有很多 然后吃的也很多 基本上五个人的话 这一片 种植区 感觉食物就 差不多刚刚好 然后果子留着备用 就是说如果果子 果子是可以生吃的 就是说如果 土豆跟不上的话 可以弄些果子 然后生吃一下 然后这的话 暂时 看一下 注意看一下 他还是中等 然后休息之 他的瘟疫 免疫力59% 暂时应该问题不大 他呢 看一下 想法 他痛苦意识 也是中等 暂时不是很痛苦 全身瘟疫的话 43% 应该差不多 就是说还是可以治疗的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怎么总感觉有点虚啊 好 这样的话 大家就是把下面东西 全部开采一下 包括这里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银 银就等于是钱了 然后等于是这里采一些钱 包括金子和银 包括金属等等 就是说如果有贸易船来的话 可以再去买点金属 感觉金属还是有点缺啊 然后到达晚上之后呢 可以看到 其实供电还是非常不足的 到达晚上之后呢 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些炮台 都已经短路了 所以说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太阳能板 是吧 我看看 太阳能板 今天往这里放吧 然后看一下电力 太阳能板的话 80其实倒不是很贵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等等 爆炸鼠 又是爆炸鼠发疯了 这的话 等等 好 打掉 我的炮台是比较厉害的 虽然你发疯 但是只 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 可以那个啥的吧 尸体也可以拿走的 虽然它发疯了 但是 怎么不灭火啊 我看看 生活区的话 这个应该是生活区吧 这里还不是 本来添加成生活区 虽然它 发疯 但是还是比较好打的 这样的话 有一些鼠皮等等 然后帽子的话 可以看到 做了非常多的牛仔帽啊 黄的红的 然后看看 谁没有帽子 我记得有一个光头 没有帽子 叶洛不成员 等会再说吧 然后看一下 注意它的健康 它的免疫值58% 然后现在的话 还好 还好 健康的话 有抓痕 免疫值 75% 然后药品的话 应该都是在用的 对 27 药品还是在用的 然后这个电池的话 后期是可以 做一些生物用品的吧 好 这的话 看一下研究 研究的话 现在之前是 之前是这个 天才在研究 研究 但是 我去 感觉这个电 供不上啊 感觉 等于是天黑之后 一天黑之后呢 感觉 太阳能供电 真的供不上啊 包括这的话 看一下这个 蓄电池啊 太阳能电池的话 感觉 蓄电池存不满 这再看一下 这再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店里啊 店里的话 应该是连着的 什么东西啊 巨量的僵尸机 你在逗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 等等 所有人争吵 等等 我看看 我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我告诉大家 就是要有一种牺牲的精神 就是说不能让所有人全在里面 所以说得找一些人牺牲掉 我看一下谁的状态最差 我感觉柴服手工研究射击 我觉得我有是时候把这个柴服牺牲掉了 这样的话 比如说 征兆回来 然后 Cooker 征兆回来 一二三四四个人对吧 然后柴服的话 征兆 然后让它 让它站在这里 然后 到哪儿 好 然后这儿的话 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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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儿的话把该断的东西 全部断掉 这个电力开关关掉 关掉 关掉 然后 家里的灯的话 全部用于这个 那 这个 这个 关掉 研究的这个不需要 然后我看看 我看看 然后现在 基本上给这个炮塔供电应该是够的 然后僵尸 还好它是一波一波进攻 第一波僵尸 我们试看一下大波丧尸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四个僵尸 它是一波一波上的 好的话 这儿的话 给蓄电池供电 然后这儿的话感觉蓄电池供电应该还是可以的 家里的灯都关掉吧 然后比如说这个灯 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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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了 这里休息的流量子 然后其他电力全部供给 看一下僵尸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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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个枪 打打打打打打 我还带防弹头盔的僵尸 你在逗我 好 死一个 呵呵呵 我去 等等 争招 然后这儿的话 让它先往往过走点 让它往这边走点 然后 攻击 去死 等等 应该可以守住 应该可以守住 啊 家里锻炼了 不过应该炮他的话还可以 还可以 好 全部打掉 全部打掉 又爆了 又爆了 炮他又爆了 啊 好 然后第一波僵尸 全部守住 然后第二波的话 首先这里不要急 这里不要急 这里不要急 把所有的人全部 呃 让他全部用灭火和修理 全部放在 对 其他 其他全部勾掉 只让他灭火和修理 这里 这里不能 好 第一波 十二只丧尸 全部守住 然后先把其他全部勾掉 然后只让他灭火和修理 我去 巨量 果然是僵尸 大灾变啊 我去 好 那这的话 别急别急 不要慌 不要慌 莫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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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的话 然后把这个毛 首先 先打开 先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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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的话是 取消征兆 取消征兆 然后 哎 然后 取消征兆 然后 看一下啊 先去修理 先灭火 先灭火修理 先灭火修理 看僵尸 第二波僵尸应该还没有来 它卡在这里了 好 先先先 先莫慌 先莫慌 先莫记 先把这些 先修理 先修理好 先修理好 全部修理好 然后包括两个炮台 直接炸掉了 然后僵尸的话 这波僵尸难道是卡住了 还是说在这里游荡 它暂时没有过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这的话 然后我们需要 赶快修啊 怎么这么慢 好 那这的话主要还有建造 建造建造建造 我们这边赶快把 新的炮台造好 然后这的话 然后 再来一个 储量不足 完了 现在储量不足 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 铁 铁不够了 好 那首先这样吧 把搬运 把搬运 搬运 搬运也全部勾上 这样的话 把地上这些铁块 先搬一下 然后赶快修理 你在干嘛 它在修理太阳能 这的话有两只过来 问题应该不大 问题应该不大 这的话 首先把这几个 先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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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两只过来的话 基本上是被秒杀的 这两只过来的话 一只一只过来的话 问题不大 我这边炮台的话 骑射它应该会死的 所以说暂时问题不大 然后等等 然后这的话 等等等等等等 门怎么办 我现在没金属了 你在逗 等等你过来 优先 这个取笑 这的话 然后这的话 首先过来 先手丧尸 先手丧尸 等等 征兆 往上跑 往上跑 打掉 这得再看一下 漂亮 去死 好漂亮 守住之后呢 赶紧赶紧赶紧 然后赶快 首先坐一下 我们优先搬运 等等 优先搬运 然后 来取消正照 它不是搬运过 等等 取消正照 优先搬运 先把这搬过来 然后看一下 剩下几只丧尸 还在这徘徊 它没有统一行动 上来打我 然后这儿的话 有金属之后呢 我看看 好 有金属之后呢 赶快做一个门 赶快做一个门 防卫 家具里面的门 门 门 门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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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一个金属的门 对的 这样的话 先把电力攻上 包括这里的电线 逗我 好 赶快把这个门 坐上 哎呀 逗我 不然的话家里连电都没有了 啊 影响心情啊 现在等于是家里只能 只能先断电了 先断电 然后他的话 看一下 他的健康现在是中等 然后 未做处理 暂时先救不了 暂时先不用救他 先等他 难受再说 然后其他僵尸在这游荡 暂时问题不大 好的话 我们先晚上先休息 先休息 先休息 这的话一个药 我暂时都没有 没有去医疗 这的话 这样吧 基本上差不多 就把大家该够的勾上 然后把优先级调一下 基本上修了一下 然后建炮台 这波防伤丧失 毁了两个炮台 其实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总算是防住了 没有之前那么狼狈 那首先的话 把这些全部勾上 全部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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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优先级放过来 然后这样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 现在优先级 治疗 治疗也放在第一位吧 放上几个治疗的 好 那这样的话 好 行不 哎 怎么又来了 地楼竟然没扫死 扫死吧 它一直一直过来的话 你简直在逗我 你简直在开玩笑 它剩下几只没有目标 是这在原地游走的话 那这的话问题不大 首先赶快把电做起来啊 好像喂食 然后这边的话 修理 对吧 这些修好 让把门做好 门做好 先别修 赶快做门啊 没电了 好 把门做好 把电缆做好 好 通电了 这样的话 把家里的电灯 全部打开 然后这的话全部打开 这里面那个暂时 先不用打开 好 这样的话比较亮了 剩下几只丧尸的话 它只要注意 不要被它摸到就行 不要被它摸到感染就行了 然后其他人的话 呃 然后满地的尸体啊 这个有点逗我 然后这 都脱光 它谁是搬运工啊 我看看 它不是搬运工 然后 这个受伤 柴夫 柴夫在这搬石头 柴夫你过来吧 过来先把这些人 全部脱光 全部给我脱光 丧尸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 刷钱的地方 因为它会掉各种 就是掉各种衣服等等 好 诶 好 然后这的话 无法搬 这个已经脱光了 然后这的话 脱光 然后这的话 脱光 然后这的话 脱光 这的话 脱光 这的话 脱光 哇 还有这种大型防弹衣啊 防徽大臣 哇 防弹衣 我去 我真后悔当时 去买防弹衣了 还有谁 基本上都脱光了吧 诶 我觉得丧尸应该 不止这么点吧 刚能 难道刚才炸了之后 很多人炸成灰了 然后基本上脱光之后呢 它就变成 诶 哦 这儿又两个脱光 好 然后这儿看一下 基本上都都已经把全部脱下来了 这样的话 衣服都掉出来了 那这儿的话 这个难道是个光的 为什么脱不了 为什么搬运不了 那好吧好吧 那这样的话 你在干嘛 你在采矿吗 柴虎 柴虎里面 首先不要让它采矿了 好 它是首先 优先让它搬运 这样的话 把大家都放成一 然后这样的话 优先去搬东西 优先把尸体全部处理掉 我去一个神秘的枯萎病 毁掉你的农作物 食物其实还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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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几只丧尸 什么情况 卡住了吗 它在原地徘徊 然后这样的话 让大家休息一下 可能大家的心情都比较影响 毕竟有很多尸体 看到尸体捡了很多心情 不过总体来说问题不大 这的话 看一下这几个受伤的人 它的话 免疫力差不多 然后 基本上就好了 这个已经马上好了 然后这波大丧尸 防丧尸 它痛苦 意识怎么是严重啊 啊 60%了 我去 我看看 等等 60% 一会进行一下 优秀 好 这个天才呢 它现在已经伤好了 伤愈复复复了 这的话赶快扳尸体 赶快扳尸体 我去吞 等等 什么情况 它已经极度痛苦了 赶快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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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逗我看看 治好之后呢 看一下 它还是极度痛苦啊 什么情况 不会 不会疼死吧 这个是一个 怎么在这 还在这放尸体啊 等等 等等 当地一只鹿 发疯了 这只鹿在攻击僵尸 暂时别急 别急 又有僵尸过来了 这僵尸签 不要被僵尸磨到 这的话 针章让它过来 然后这的话 其他人的话 把这个门锁住 好 死掉 这的话 只想取消增长 然后这个门再打开 好 看一下其他僵尸啊 这只鹿在攻击 这个僵尸 你在逗我 这鹿还比较给力的 还比较给力的 鹿休克了 好吧 打僵尸一点血 赶快来 它存在死亡的风险 然后看看 谁是医生 谁是医生 医生在哪 我看 医疗三 六 六 六 就猛尸吧 猛尸尼主要去 优先去治疗它 已经在治疗了 我看看 等等 我感觉 我感觉这个人要死 好好好 它免疫过去了 然后它现在的话 现在虽然是痛过意识 已经见到60%了 那这的话 因为它现在已经产生免疫了 暂时不会出问题了 这个丧尸不过来 这样让我很揪 等等 在下面 我说怎么剩三周 我记得刚才人很多 太阳要搬 别来 别过来 别过来 求你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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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要搬 所有的电子车是无法使用 如果太阳要搬的时候 遇到失潮的话 那基本上等死了 别过来 僵尸哥哥 我错了 你别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 你原地玩就好 原地打转就好了 原地打转就好 好好好 漂亮漂亮漂亮 天才 怎么还在手上 看看 看看它的健康状况 碰壶意识中等 然后食物质 没吃的 吃的感觉还行 先搬走 基本上把尸体都已经搬走了 基本上停尸一样 都存满了 你在逗我 然后这什么东西 然后这的话 我们把停尸间的那个区域 再放的 再稍微再多点 垃圾存出去 再放两行 然后这继续 就让它继续来存储人的尸体 其他都不要存 不烂的倒是允许 尸体的话 只允许 只允许放那个人的尸体 好 优先级的话 放位稍微高点 那就普通好了 然后 太阳药班怎么还没结束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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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太阳药班怎么还不结束 怎么还不结束 真的如果遇到这种电子设备 用不了的话 我真的很虚很虚 怎么还不结束 怎么还在停电 看看 预计在一天后结束 应该一天过去了吧 太阳药班应该结束了吧 好 晚上在这里休息 好 好好 好好好 漂亮 然后这看一下 拜访者 我去 丧尸是可以攻击这些拜访者的 这里注意一下 他死之后呢 也会变丧尸的 然后这波丧尸的话 就先丢在这里 我时刻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让他突然过来攻击 我就可以了 然后他现在 他在这晃悠 倒是问题不大 只要不要过来影响我的工作 就可以了 怎么 什么情况 一个商船 他们是工业商 工业商 好吧 工业商过来 怎么没穿衣服 裤子衬上 有 这的话我们首先来这里 这里 首先把电力打开 然后这的话 好 这的话过来通信一下 看一下工业商 他基本卖的什么东西 他的药品好贵 这里药品暂时先不买 然后工业商可以看到 他卖很多生物电池 包括普拉钢 包括又是一个能源 包括石块 石块的话 他还很多 然后这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稍微卖点 就是包括什么裤子衬衫等等 这都可以卖掉 因为这丧失掉出来了 包括牛仔帽的话 这边之前做的也还不错 然后都卖掉好了 部落装卖掉 卖掉 然后这个什么超级织物的衬衫 非常的 占便宜 这么这么贵 然后防尘大衣 这种留下 然后这些 基本的T-shirt可以卖掉 防弹衣留一个吧 到时候留下 原木的话比较多 然后他这的话 卖仿生腿 一个1300的仿生腿 肾 我不要肾 我不需要苹果 然后好吧 银的话 其他还可以 基本上他卖的 都是一些普拉钢 包括金属的话 他金属蛮便宜的 我们这边可以买些金属 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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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全部买 把金属 他有1300多个金属 全部买掉 因为他这个金属很便宜 这是所谓的工业商 我们先把他金属 全部买掉 大不了黄金给他 不过黄金他也是 黄金的售价 真的很低 先买吧 先买完再说 然后这的话 需要付他2000多块钱 银的话暂时不够 然后这边的话 再卖一些他的一些 基本的东西 包括这个什么恶魔的部落装 这个东西 400多个两件卖掉 这样的话 包括这个两件超级裤子 卖掉 卖掉 都卖掉 我现在缺的是 T恤的 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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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弹衣 卖掉 这的话 还差800 卖掉 卖掉 好 这样的话 把丧尸掉出来的一些衣服裤子 全部卖掉 这些哪怕是非常有用的防弹衣 等等 暂时全部卖掉 我现在缺的是非常多的金属 好 这样的话 我现在好多金属 好 现在等于是换回了非常非常多的金属 然后看一下僵尸 僵尸还在这换 我要不要过去 直接搞死他 等这拨人走吧 等这拨人走之后呢 我们直接过去 把这个僵尸搞死 然后感觉他在这儿 其实是一个定时炸弹案的东西 如果我过来采矿怎么办 等这一拨就是拜访的人 全部走了再说 不然的话 哎呀 来了 等等 漂亮 nice 干得好 然后他们现在直接是朝 僵尸攻击了是吧 漂亮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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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好 谢谢了啊 而这的话我们直接去脱僵尸 哎 人呢 柴夫过来 把这个僵尸脱掉 好 让他们去攻击僵尸 我去 好厉害 不是 你一根单条的话 你 我去 这么厉害 我去 看一下这个人 女性 近身格斗酒啊 他拿着啥东西啊 毛 卧口 一为五啊 我去 我去 好吧 给力 哈哈哈哈 好吧 果然是好邻居啊 全部 全部搞死了 等等 呃 等等 然后我们 找柴夫 柴夫过来脱 过来脱衣服了 然后这的话 给力啊 给力 太给力了 好 这样的话 把所有的丧失 全部搞死 那这的话 你过来 脱衣服 好 食物上 食物上的话 我暂时 不缺食物 然后 看看 一天后 长成 差不多 不缺食物 不缺食物 先过来 先过来的话 先把这些 全部脱光 好 柴夫的话 先脱光 对的 这路怎么修客了 好 然后这的话 脱光 哎 好 然后过来 啊 防弹衣 脱光 好 脱光 好 漂亮 好邻居啊 这样的话 他剩下的邻居 等于是 那个近战 直接帮我把 所有的那个 丧失 全部清掉了 然后这的话 他走就走了 问题不大 这的话 钻石食物 不太够了 所以说 我这边的话 把这个东西 清单改一下 让他改成 不单单 可以做 土豆 姜果 也可以用来做食物 这样的话 稍微撑一下 把这几天撑过去 感觉现在 因为得了一场 那个疾病嘛 所有的植物 植物全被破坏了 我感觉食物一点亏 所以说这边的话 把这些姜果 全部烹饪一下 烹饪成基本的食物 对了 这样的话 稍微撑一下 撑几天 好 那基本上 把这些丧尸 全部脱光之后 把东西 全部搬回家 这样的话 我们又有一批 防弹衣和东西了 感觉上 还行 然后夜楼布成员 帽子是吧 你没有帽子 过来 拿一个 哎呦 还没有牛仔帽 穿上 把这个大衣穿上 哇 帅气 看一下装备 衬衫裤子 防弹衣 布料 防衬大衣 哇 好帅气 这个人感觉 其实他的属性 很好很好 好这的话 把这些东西都一搬 那总体来说 今天这一波 海量的丧尸 失潮呢 让我用这些炮弹 全部防住了 然后看到刚才呢 是通过交易 获得了非常多的金属 那之后呢 我依旧是需要 扩扩容这个太阳能板 以及扩容炮台 感觉这个炮台 还是有一天天不好说 到时候我大博 给这里放上两层的 那个 放上两层的纱带好了 每一次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老被打掉 那行吧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 看来今天我还是死不了啊 还是成功防守了 住了这一波市场 不知道具体后面的 僵尸大灾边 应该有多少人 今天这一波丧尸 大概有20个人吧 那后续的话 是不是有上百人呢 那之后应该 下一波应该就是海盗了 然后据说海盗的话 会变成各种机械化的 比如说什么 排击炮啊 什么机械蠕虫等等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好吧 那今天由小峰 带给大家的 Rain World 环世界的第五期 就在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拜拜